早餐 Hello 大家好 午餐時間 今天已經到後花園 中人的後花園 不是我的後花園 這裏是香港人的後花園 藍生圍 今天藍生圍做些什麼? 試相機 Sony A7C 就是這部 A7C 其實這段影片 我已經拍了幾天 沒空剪 Hello 大哥 Hello 大哥 這幾天 都繼續用這部Sony A7C 玩了幾天 是時候和大家做個簡單的 我對這部機的看法 確實我等了這部相機很久 我不是等這個型號很久 我等了一部全片幅的 Range Finder Fill的 無反相機 等了一段時間 我也是和不同的牌子 每次見到他們 到人家坐下拍吧 OK 但這幾天 都忙著出另一部影片 所以未止 沒有處理 今天我就 趁有空 出來拍照 就順便試一下 所以 就 再拍一次 對呀 將我要說的話再說一次 說些什麼呢 A7C 這部A7C 我玩了一個星期之後 那個感覺是和我剛剛知道這部相機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不同的 很大分別 很大分別 我一定要說 A7C 是一部相當優秀的相機 我拿起手的話 一定要和大家說這件事 真的是 它是一部很優秀的相機 那就是 是一部 long waiting 夢寐以求的相機 等了很久 真的等了很久 那 確實 作為一個 由菲林時代 玩開135 所謂full frame 現在 攝影師來計 我是 熟集 135 也就是full frame 的感覺 所以 我雖然 原則上 我會和一些 現在新玩相機的朋友說 其實是 135 和APS-C 分別不是那麼大 除非你真的 很需要極淺景深 否則分別不大 但我用開 我的鏡頭 我是有一種傳統 我是熟悉了那種感覺 所以 我是真的 我個人 我就 很喜歡full frame相機 所以 當Sony 你宣佈出這部A7C 我是著弱的 為甚麼呢 我是 夢寐以求 等了很久 一部 旁逐相機 所謂的 Wingfinder feel full frame相機 市場上沒有 獨一無二 但除了 拉卡 除了拉卡 拉卡 當然我也是 有 Monochrome 買不起M10 OK 先放下一些東西 我跟大家 講一下我的看法 為什麼 我知道這部A7C 要推出的時候 這麼著樣 事實上 在過去一段 比較長的時間 無論在一些 展覽會 也好 Plexcom也好 當我看到一些 相機的高層 無論是香港 或日本也好 我都會跟他們說 你們好不要出一部 平頂的 這些平頂的 full frame相機 我這些傳統攝影人 我們真的 很喜歡旁逐相機 真的很希望有一部 相機 我覺得 根本不難做 我看到 Sony當年推出的 NEX5 NEXX7 那類機 我已經知道 它可以 剩到6000 6300 後來 6400 6100 6600 我看過Ring 我就知道 它可以做 為什麼 因為它的Ring 就是A7 相同的Emark 實際上是做到的 它沒有做到 可能市場不需要 我都解釋過多次 為什麼Fujifilm 那些相機 X Pro 那個系列 為什麼那麼受歡迎 甚至XE 也很受歡迎 原因就是 我希望 不一定要一個單反 的相機 這些旁逐的相機 可能是更加適合 無反相機 但是它們沒有做到 可能它為了一心 要和這個單反相機競爭 就將這部相機做到 單反的外形 由Olympus M43 OMD 如是成一部單反樣 它的OM1樣 到Sony A7 A7 就是整個單反樣 到Canon 到Nikon 一樣是出一些 單反樣的 模反相機 唉 我作為用家的話 我真的很希望 就是 當年那個 單反的出現 因為當年的Rangefinder相機 在軟攝上高 有困難 所以它設計的反光鏡 設計的靈鏡 就方便取景 但是現在 在這個數碼 數碼年代 我們根本是用Live View去看 也可以用EVF去看 其實反光鏡是不需要的話 我們就已經是 回歸了一個 沒有反光鏡的年代 但是 這種相機 是不是必須要做到單反樣呢 是不是給Rangefinder 當年的平頂 我們都可以 所以當這部相機出現的話 我是懷著很大希望 OK 很大希望 這部相機真是正的 看數據就知道 為什麼呢 輕 它是市場上現在最輕的 幾部 無反相機之一 全片幅 其他都是相當輕的 有時候我們不爭了一點 甚至以Sony說 它是最輕最細的 全片幅無反相機 當然它沒有計算Sigma那部FP 那部FP 那部FP 確實是一部拍攝機器 它沒有Viewfinder 也沒有IPS 所以 可能不備看著眼淚 OK 講回這部相機 為什麼我這麼興奮呢 當然 除了輕之外 就是它拍攝4K的時候 Sony的說法是不會有overheating 當然 現在已經是潮流雨 任何拍片機的話 都希望它不會overheat 更加重要的話 這部相機 是一個比較長的拍攝時間 不會有二十九分鐘多的限制 那就是說 對於我們用來做一些紀錄性的拍片 動了腳架 不停拍攝的話 總之有電有卡的話 就不擔心它拍不到 這是一個挺好的 另外 對我來說更加興奮的 就是這個反螢幕 這個反螢幕 你可以問一下這個反螢幕 對我什麼重要呢 因為我近期 我拍片多一個拍照的人 來計 是一個YouTuber 來計 這個螢幕 對我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就是說 我可以很輕易地 一反起來 就看見構圖 看見構圖 這方面是很方便的 就是那些 上反 下反的話 下反的話 下反阻礙我 就是動腳架 上反阻礙我 撞咪 但如果在旁邊反的話 我從上過去去撞咪 這方面是相當方便的 做完腳架 完全完美 OK 我示範給大家看 大概就是這個狀態 看到嗎 大概就是這個狀態 就是說 我們作為YouTuber 來計算 我們很方便地 就可以單手 拿著一支腳架 上高 裝著一支咪 反開螢幕 看見我們自己拍到什麼 大概有個參考 這個構圖 假如那螢幕向上反 那支咪 遮住 向下反的腳架遮住 所以最理想都是這個 向旁邊反 所以當我知道Sony 出了這部A7C 我真的開心到暈 為什麼呢 假如我去一個 像今天這樣 去郊遊行山 或者去野外行 OK 很簡單地 我不用帶兩部機 一部拿來拍Vlog 偶爾有些正的畫面的話 我可以馬上拿來拍照 即是一部機 做了我要做的事 這方面是相當理想的 這方面是相當理想的 所以 真的很開心 但是 用了幾天之後 我就發覺 OK 事情沒有我想像得這麼美好 我都被迫要說 沒辦法 大家 OK 真心話 我覺得這部相機有幾個缺點 我是有點不滿意的 首先講一下背景 這部A7C 其實是A73的姊妹機 它不是一部全新發展出來的相機 外康 它是用了6600系列的機身 而裡面的餡料 是用了A73的材料 當然有少少不同 但原則上是那樣東西 所以在這個狀態下 我一定要注意 現在我在2020年 就付錢買了 2018年的A73的科技 A73不是有什麼問題 A73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在於 假如我在2020年 要付錢買過2018年的科技 我們一定有些理由 當然了 小一點機身是一個理由 在定價上 這部相機 是真的便宜 比A73的 都是一個理由 但是很可惜 A73的市場價錢 是低於定價的 但是實際上 市價上 A7C是比A73 而且相當明顯的 所以 作為消費者 我們就要有一個足夠的理由 為何買這部機 這部機 我用了一段時間 我感覺到 它真的有些缺點 首先 什麼缺點 第一個 就是 看數據 我看數據 我未感受到 但當我用了一段時間 我先拆一支咪 這支咪 是頂住的 當我用了一段時間 我感覺到 viewfinder 真的相當細 細成怎樣 類似一部 連鏡頭相機 DC那類的尺寸 是不是看不到 不是看得到 是看得到的 但問題是 我們眼睛都很大 我還是要找個位置去對 當你看到的話 你覺得也沒有問題 但當你一拆起來 你會覺得 跟A73 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 所以 這是一個 比較大的缺點 viewfinder 太小 我感覺上 應該可以做大一點 我不介意 機頂這邊再大一點 作為用家 但可能真的就回 一個很完美的平頂 迫著這麼小 一個缺點 第二個缺點 我覺得 如果我想買這部相機 純粹拍照 的話 就不是缺點 但假如我想買這部相機 又拍照 又拍影片 就很大缺點 首先 前面沒有了個轉盤 這個對我來說 不是很大缺點 但有的 當然是相當正 我自己有A73 即是說 拿上手的話 我就覺得 A73 有這個轉盤我方便很多 第二樣東西 機背 就沒有了一個 Joystick Joystick 真的很有用 為什麼 我可以在這裡 控制 對焦點是很快 但現在的話 就沒有了這個 當然 你如果是一個 你的相機 是沒有用開這個 你會覺得沒有什麼大問題 假如你有的 你就是問題 OK 第三樣東西 另一樣東西 我覺得 都不妥當 就是沒有了一些功能 沒有了功能 沒有了功能 有什麼不好處呢 這部機背的按鈕 是可以自訂的功能 但由於它印了一些字 有些功能偏配 我再把它改變 真的不是太好的事 所以 有些功能是好一點 但現在沒有了 這方面 又是一個缺點 我覺得 如果你要考慮買這部A7C的話 你真的要留意 A73 可能是 比較容易 但是 最大的失望 不是這件事 最大的失望 是來自 Menu Menu 我真的小猜不到 A7C 是用一個舊Menu 在不久之前 A7S3出的時候 Sony 終於從善而流 出了一個 新的設計Menu 那Menu 真的容易用很多 Sony這件事 是被用家救病了很長時間 我明白 如果你是Sony用家 你接受了舊Menu 你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甚至有朋友說 我全都熟了 對 你全都熟了就沒有問題 但對於 一些需要一些 邏輯性要求高一點的用家 不是Nikon 不是Canlon 其他用家 我們用這個Menu 會有一些邏輯上的思考 例如怎麼找一件事 不用看說明書 都大概根據這些字 怎麼找都出來 但Sony 這個傳統Menu 它的Logic 就是不跟Logic 你明白嗎 Sony這個原先的舊Menu 它的Logic 就是不跟Logic 有時候找東西 真的很難去找 例如 我要設定這部機 AF 例如我設定這部機 的Touch Mode AF 我真的找不到 現在也沒有Menu下載 我去問Sony 他給了指示給我 他教我怎麼做 然後告訴我 在三個版裏 才能做到這個 即是說 我需要一個 設定一個Touch Mode AF 居然要在三個Menu下 做三樣東西 才能做到這個 那你是不是不跟Logic OK 接著這個示範 是我把這部A7C 設定Touch Mode 做AF 這個 我搞了幾天 搞不到 因為我沒有Menu在手 最後終於要問Sony 很感謝他們 教我怎麼做 原來第一件事 當然要進入Menu那裡 第一個步驟 要去到 設定2 設定2 那裡的話 就在上高去的 去到這裏設定 去到設定2那裡 首先設定2那裡 要去 調個觸控操作 在觸控操作那裡 就去到開 去到開 搞定了 完美還未完的 接著要去自定操作那裡 找到自定操作先 OK 對了 去到自定操作2那裡 就要在自定操作2 找它那個叫做 觸控操作功能 觸控操作功能的話 就 例如我要做一個觸控的對焦 對了 觸控對焦這就教了 去到觸控對焦 那還未完的 還有第三個功能 就要去到這個 設定3那裡 設定3 設定3 做些什麼呢 這次去觸控面板的操控板那裡 就要去設定那個叫做 觸控面板和觸控板要設定這個 那我做完這三樣的東西 就才完成這個操作 坦白說 我真的沒有一個 足夠的智慧 搞定這件事 那就感謝Sony 給資料我教會我用這件事 OK 不要說了 說回來 就是說 其實我現在很相信 A7C其實是一部 比較早時間 就已經是設計好的相機 只是未出市場 它甚至比A7S3更早 已經設計了 所以 一出A7S3 的時候 Sony曾經公佈過 以後的所有相機 是會用新Menu的 那為什麼以後的這部A7C 是用舊Menu呢 那就是說 這部機器更早設計了 現在才出來 所以 現在這部A7C 如果在2019年出的話 Perfect 甚至2018年和A7S3 一起出的話 更加Perfect 但是現在遲了兩年 即是說兩年之後 我們用一個 比較 建議零售價的價錢 買一部2018年的科技的話 連Menu都是舊的 那這方面 真的要重新考慮 那為什麼這方面 我覺得要重新考慮 因為A7S3已經出了兩年了 根據Sony出機的狀態的話 它很可能是 不久之後就會出A7S4 而且市場上也會出A7S4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仍然拿 真金白銀買一個 2018年的科技 和A7S3差不多的科技的話 那會不會很快 它A7C也有改良型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或者我們仍然會不會 等下一部 它的Menu再改好 才會更好 這真的是各自想 至於有些人批評 這部機 拍片方面 只有4K30p 沒有4K60p 因為A7S3也出了兩年 兩年之後再出的機 為什麼不在影片上 做些改良呢 10p都沒有 當然我明白到 如果這部機 是給A 如果這部機是給A 4K60p的話 就不是這個價錢 它完全把A7S3的影像科技搬過來 才有一個 建議零售價便宜一點的價錢 OK 真的沒有辦法 這個錢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 Sony這次都不會太考慮拍照 為什麼呢 它始終考慮這部機是用來拍片用的 所以 設計到 拍照方面不是太重要 有個反螢幕 改良了一點 把卡放在這邊 方便我們換卡 這方面 是完全在Flocker方面 做一個考慮的 不過 坦白說 要再批評一件事 這支相當輕的鏡頭 輕到沒有人有 輕到沒有人性的鏡頭 這支是新的28到60 一支是真是輕飄飄的鏡頭 輕的好處就是 當我們拍片的時候 我們是 用腳架子裝著這部機 OK 我們伸直隻手便說到話了 不過這支是28mm來的 拍Flock的朋友都知道 28mm拍Flock的話 是相當相當困難的 現在就是這個 就是 我的手要伸到這麼直 才有一個比較合理的 頭部 你想輕一點的話 手會縮短一點 頭就頂天立地 在畫面上 就頂陷了 即是說 我們每一次都會這樣拍攝 假如我們在街上這樣走 就相當異常 你明不明白 我們一邊走一邊說 要這樣說的話 真是困難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真的可以把那支鏡頭 設計的時候 改為24-50mm 整件事都不同了 所以我想 設計這部相機的隊伍 是不是真的 沒有考慮過實際拍Flock的需要 機身都做足了 鏡頭沒有做到 你給鏡頭這麼輕 但問題 我寧願你重一點 給我們24-50mm 那就完全兩回事 是不是 這件事 當然是有方法去改 為什麼呢 要換一支鏡 所以我覺得 如果要拍Flock的話 我橫顧Sony現在的鏡頭系列 最好你配一支 21.8的鏡頭 輕輕重一點 當然 你會考慮到 如果有些朋友在用Sigma的那支 16 1.4 OK 你就明白到 你用Sony那支 21.8的話 都不算重 都還可以接受 但事實上 如果你需要一部相機拍Flock 又拍照 28mm 對我來說 本身是不夠 本身是不夠 的 風景 我建議 始終是 一部相機拍Flock 24mm 或者以下 的話 風景是會更好 OK 所以 我現在真的要重新考慮 究竟我是很短時間 就入手這部A7C 還是 還是 等它 下一代A7C的改良型 OK 這件事是難說的 以Sony的做法的話 A7也有三個Model 另外那些是 6000系 現在市場最起碼 6100 6400 和6600 都在 所以這部A7C 有沒有多個姊妹機 真的難說 OK 不要緊 只是開玩笑 我覺得 作為一個YouTuber 應付短期內的需要 這部A7C 我覺得是滿意的 當然要換支鏡 除了這件事之外 價錢是另一個考慮 是否早買早享受 早買早享受 遲買就省多很多個 你自己考慮 OK 繼續拍照 天黑了 看看還有什麼可以拍 OK 究竟A7C有多輕呢 看看 我現在只用一支 叫做 軟腳蟹色的腳架 軟腳蟹色的腳架 就可以很穩陣地 都算穩陣 就可以把A7C固定下來 方便我們隨便拍Clock用 即是我們拍Clock的人 不需要用重型的 攝影用的三腳架 用這些輕飄飄的軟腳蟹三腳架 雖然看實際重量 A7C 比A7C 不輕 A7C 也不算一部重型的 對於一個 要拿著相機 長期拍攝 拍攝的人 來計 器材輕一點 就像是好事 輕一點有好處 所以 A7C 始終是有價值 雖然我先頭 好像說了A7C 一些什麼不好處 當然我現在講出來給大家 再考慮 細心考慮之後 作為一個YouTuber 我始終覺得 在這剎那是值得用的 因為它下一步改良型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出 所以 作為一件 不是生財工具 因為YouTuber沒有生財 作為一件做事的工具 始終是有它的價值存在 你看到 現在單手拿著 相當輕 輕到 完全沒有負擔 假如裝個機構 把相機放在這個位置 簡直是完美 方便拿 相機帶也不用用 所以 就是這部相機的好處 現在我單手拿著光 單手拿著相機拍攝 就是這麼低乾的環境 如果是機重 是有困難的 但是這部機身這麼輕的話 真的相當舒服 這個始終是A7C的好處 好 OK 結尾 大家看到 我是由黃昏拍到天黑 街燈都開了 最後還有一個總結 雖然我才說過 A7C的缺點 確實我只是說出來給大家考慮 作為一個 需要有拍片和拍照的Youtuber 來計 A7C仍然是值得你即時考慮 作為一件工具 不是生財工具 Youtube沒有生財 對於我們說語語的攝影 人數少 OK 再說回 作為一件工具 我覺得是即時市場上 沒有其他機有這麼優秀的條件 所以 就當買貴一點 有買貴沒有買錯 所以我覺得A7C仍然值得 Youtuber 又需要拍片 又需要拍照的朋友去考慮 因為始終是 你看到我 單手拿著支桿 單手拿著相機 完全不覺得有任何負擔 A7C仍然是輕機 不算重 在我眼中 但是A7C仍然是更加輕 那就是說 你可以做的選擇 就是買A6600 APSC 你不介意 我覺得是OK的 但假如你喜歡全片幅 的話 A7C就是一個 獨家的選擇 唯一的選擇 這剩下是這樣 OK 這段影片真的結束了 回到盡快剪片 正如所說 這段影片我已經拍了幾個版本 今天出來的話 只是拍戶外版本 對了 OK 到此為止 走了 拜拜 OK 上車 拜拜 兩位 這段影片 就好啦